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差不多十岁左右感冒 那时候喉咙都发炎 那个化龙那个病菌那个病毒 就跑到心脏里面去 感染那个心瓣膜 后来那个医生说是 二肩瓣必锁不全 后来经过心脏管检查以后 医生说已经 他说已经肿大了 有细菌在就肿大 第一次开刀那时候 差不多三十岁那时候 那时候我是想说 开刀就好啊 就快点去开刀啊 傻傻的 后来发现开刀以后 身体就一直不好 有失眠啊 又常常头很痛啊 常常就一下看中医 一下做推拿 六年前就是六年前 凭中风 在九六年的时候 真的中风倒在那边 那我现在说 那时候马上送医院嘛 经过医生那次检查以后 他说是在心脏的问题 他跟我讲说一定要 就是要开刀才可以 开刀以后他说你那个瓣膜都全部都盖化了 不能用 一定要换掉 一定要换那金属的瓣膜 就是一辈子都要吃那个抗瓶血的药 开刀以后 整个身体状况都很不好 出院以后 因为家人在帮忙补啊 就吃那个什么 牛肉 鸡肉 那时候中风的关系 我这牙医 有一点那个疑味 所以都不能咬 勉强就吃下去了 哇 那时候很不舒服 身体的状况都很不好 就是说都没有力气 就是睡不着觉 都很不好就对了 医生说中风那个老干是语言神经 他叫我出院以后要复健 还要排那个语言神经的治疗 可是都没有排到 后来我妹妹是 她是刚好是买出了两本书 就是品帅功跟品帅的震撼 我是很像泄气功人 我说等到我们带到台北再去你看看 去了以后就看 我说都开始报名了 马上报名了 那柜台有一个小姐 她跟我讲 她说你快点吃素 你变得跑一半了 我就很高兴啊 这么简单吃素就可以跑一半 好很棒嘛 那一晚上就开始吃素了 一口饿都不敢碰了 那就开始就买梅梅东西吃 这样 第一次就练的时候 我回去要十分钟没有办法练到 每一个星期我就马上一直加到十五分钟 没有到一个月我就可以轩半钟都 一问到不舒服的时候我马上打电话来问 我只要打一个电话我就心里就很 就蛮放心的就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说一碰到问题我就打 一碰到问题就打 我们家人还是很紧张的 家人紧张 很紧张 他们比较紧张 我比较紧张 他说把基金打开你真的没有病了 我现在奇怪我这么重的病你说没有病 我觉得这很奇怪啊 我就听他的话我就来了 然后后来我是 其实我很多问题一直打来问嘛 后来我发现来了以后好像都比较没有问题了 问也问不出问题了 可能这边有人可以讲话 讲到话那种比较感觉比较好 我觉得我很适合跑来跑去 越跑好像越好 我真的很感激啦 我觉得这个功法真的很好 真的一定要推广 他有动静建修嘛 而且我觉得到场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到我们修嘛 修行嘛 以前都不懂 还发现修行真的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地方好的地方就是说 吃素跟修行的方面真的不一样 跟别的工作真的是不一样的地方 本来出院我吃很多种药 安眠药 白天还吃那个抗焦虑的药 都没有吃了 我慢慢就了解 因为吃药是真的没有用 我也觉得吃安眠药是最可以不要吃的 我马上就把安眠药戒掉了 其实那时候也是很不舒服啦 差不多一个礼拜就把它过去了 那时候我是想说 可以睡觉就很感恩了啦 后来慢慢把药都戒得剩一个抗米犬 不敢戒掉了 我心里是一想不要吃的 那我先就叫我一定要吃 我都不敢吃 我妈丢掉我把它丢掉 他们很紧张 我说我不管它都没有吃啊 我是跟我先生讲 我说是我上个你没有上个你不了解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这样 我就这样做 96年9月来的 到了隔一年 隔一年差不多就没有吃了 后来就全部都没有吃了 诶 练得很辛苦 还要排药好麻烦 反正我管它就不吃了 我觉得吃也没有怎么样 我每天我一定照三站练 就是早上一次玩 笑一次晚上一次 睡前我一定练 觉得练功很重要 就是说好像我们吃饭睡觉一样 那么自然就不会想不想练 其实练功真的很好啦 因为你过去 时间一直过我还是过去 那你身体是越来越不好的 那我们一定要练功才把身体练好 才比较清爽一点嘛 对啊 我觉得是这样 李凤山师傅的平甩功 看起来简单 里头可有许多诀窍哦 不论您从前有没有学过 现在我们一起来练习标准的动作 动作越标准 练功的效果就会更好 现在在我们练习之前 先看看平甩功这个动作怎么做 首先要站好 两脚平行跟肩膀同宽 身形中正 眼睛闭上 全身放松 鼻息鼻涂 保持自然 眼睛张开 面带微笑 双手平举 手指头伸直 与肩膀同高 平甩功 走 一 二 三 跟着数数的节奏 轻松地甩 甩到第五下的时候 膝盖往下蹲 轻松地弹两下 蹲的时候 膝盖放松 就像弹簧一样 很有弹性 不需要蹲得很低哦 轻松规律地甩 形成自然的共振 透过各项实验 发现平甩功是很容易到达末梢的运动 食指连心 于是就能够产生彻底的回流 进化五脏六腑 百病自动调整 一 待会练习的时候 会讲解完整的药力 好 现在慢慢停下来 两手不用力 自然回到身体的两边 眼睛轻轻地闭上 进入收工 收工也是学问 把呼吸调匀 全身放松 好 眼睛慢慢张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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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